玉璃珍公所推广玉璃米 特别结合了河东米86团队 办理了脚踏实地来甲壁的产销活动 在克城虹桥稻田地景艺术区 设置了田餐桌 吸引了外地游客报名前来尝鲜 从视觉、嗅觉、触觉到味觉 五官、官能全方位的享受 获得了游客民众一次的好评 游客民众沿着田梗 走到位在稻田中央的九踏实地来甲壁的活动场地 迎面来的是原成国小森巴鼓队 热情活力的森巴鼓乐来开场 第一次的体验 然后尤其是现在就是山林环绕 稻米的时节刚好也成熟 然后微风徐徐 当然觉得相当的放松自在 目前最喜欢的是这个稻米餐桌的活动 因为就是景色真的很漂亮 右边是海岸山脉 然后左边是中央山脉 然后中间又是稻谷 很漂亮 很喜欢 对很喜欢 不只是听爵士觉得震撼 接下来重头戏稻田餐桌 由米八六团队将特色米食糕点 部落野菜饮食通通搬上桌 全方位满足游客的触觉 嗅觉以及味觉 征服游客民众的五味官能 获得一致好评 台北 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阿嬷带我来的 以前有没有在稻田里面吃过饭 没有 因为在台北戴球的话 都是看到整个森林的水泥堡 然后让他们来看看农村的景色 然后让他们体验一下稻田的香味 因为这边都产非常好的稻米 玉里正为全国丹尼乡镇 重岛面积第一大的乡镇 玉里正公所为了推广玉里民农产 结合河东米八六团队 以及玉西地区农会 办理脚踏实地来加币的产销推广活动 借此推广行销玉里正的玉里米农产品牌 也带动在地的农业观光休闲产业 来到我们玉里正 除了认识玉里米以外 也认识我们的玉里的风俗民情 脚踏实地来加币体验活动 吸引来自外地将近百位左右的 游客民众到场参加 欣赏广大辽阔的黄金盗浪 体验在地部落饮食文化 未来玉里正公所也将积极串联 包括玉西地区农会等资源 共同推广行销在地优质的玉里米 记者石玉兰玉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